油锅里老板看了整个傻眼 然后他可能已经喝醉或是心情不好 然后买东西的态度就是 有钱就是大爷 认着高温老板随后又马上把这两张钞票 从热腾腾的油锅徒手捞起来 回想当时被顾客这么对待 小吃店的老板真不是自慰 我们做服务业并不是很不OK的行业 也不用拿钱这样损我们之类的 老板说当天这名男子一次酒后来店里切小菜 浑身酒味的跟老板说 他要把现场小菜通包带走 还拍着自己的包包反问老板说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吗 随后就从包包里抽了两千元 丢进油锅里 虽然当下没有起冲突 但这样的顾客 有钱就是大爷的心态实在不尊重人 老板有备受无助的感觉 好我们都说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